目前台湾汽车市场上面 中型房车最受欢迎的 就在我们棚内了 而且其实我们每一个专家 大概这四款车全部都开过了 那针对他们的外形 还有在内装的部分 真的好难 刚才我们专家在讨论说 如果以外观跟内装上面 要给一个分数有点困难 因为有些人是内装比较强项 那有些是在外观的部分 他们特别喜欢 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专家 分别在外观还有内装的部分 这四款中型房车 分别是给几分 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专家 请给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果然对数字很不敏感 但是我看到了是 罗哥跟乃哥给Mazda 都是五分最高分 对 罗哥你 应该是这样吧 我想你不管是从 这个外观系 或者是从你内观 你比较重视质感的话 Mazda这个可以说 无庸置疑是 这四台里面表现最强颜的 我常讲你马三这部车 尤其是四门款 它是在整个平衡性 视觉平衡外观 还有Mazda设计工程师 对于一部车子的古典定律 他们非常要求的一部车 它的设计 所有的细节都很讲究 没有那个无谓的线条 对 没有不让你 没有那种让你觉得 这个线条为什么要做这样 然后你不解 这样子的疑惑 然后在内部 内装的方面 它新的那个萤幕 就整合了很棒的系统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而且那个萤幕解析度也很棒 非常好 然后对 然后它的功能性也很够 重点是它的质感 它是一个不是那么贵的车子 可是它连这种皮的缝线 对 有豪华房车的感觉 包括它的连按钮的亮度 那个触感 旋转的那个手感 它都讲究到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车 在这一点上面 是做得非常用心 当然除了这个罗哥的观点之外 我发现艾大 你的五分竟然是给ElanTry 是 为什么在外观上面特别喜欢ElanTry 你看我给这个Altis跟Focus 其实两个人是 伯仲之间的一个这个感觉 所以他们卖得最好跟次好 但是如果以外观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为什么我给ElanTry 5分呢 因为我认为它这一次小开款之后呢 外形够野 非常的狂野 而其实我非常喜欢野性的车子 所以对于ElanTry这样子一个设计来说 造型对我来讲 我觉得非常吸引我 尤其是它后面那个行李箱开启的时候 它那个案件还在Logo中间 我觉得相当的具有巧思以及创意 这是我对ElanTry觉得 很有感觉的地方 但是它摆在马自达3旁边 其实它觉得有点吃亏 所以它内装质感上 虽然它什么都有 但是毕竟它的这个整个触觉 或是视觉上的一些感受 并没有像马自达3做得这么高级 所以这是它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 你讲对了 它摆在马3旁边 害我只给它3分 对 就比较奇怪 但如果它跟奥迪斯摆在右边呢 你看我内装也是给马3分 内装实在 那马自达3内装真的是没有话讲 包含它的座椅 包含它的触感感受 像罗哥讲旋钮的这个感觉 甚至它的boss影响 我觉得哇 因为实际上你这个以focus来说 它也有这个bmo的影响 但听起来觉得好像 跟boss 不是光品牌上面 其实两个是伯仲 但是实际上听起来 你会发觉马3的boss稍微好一点 不过其实我们常讲 就是环肥艳兽 在外观的部分 见仁见智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可是实际坐在车内 你的空间的大小就有关于自己本身 比如说你的体型 甚至于你载着你心爱的家人 他们的感受舒不舒适 以及在这房车上面 到底后行李箱的空间表现是怎么样 我们要请罗哥稍微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四款车 它包括在它的轴距 甚至于它的长宽高 以及在这个行李箱的部分 它们的数据分别是怎么样 对我们讲到这个尺寸 还有这个空间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数字几乎就说明一切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细节 我们先把数字讲一下 你看这四部车的车长 都是4米6几 有没有发现 有 你说4630 就是4米63 然后Focus是4647 Mazda 4660 4620 其实就是差那么一两公分之间的差距 所以差别不大 对 那车宽也几乎都差不多 都在1米8上下 一点点 你感觉不出来 轴距也几乎 现在几乎整齐画一都是 2700 2700 马上2725 稍微多一点点 多了2.5公分 也感觉不出来 那西部空间 这个就跟设计 这个线条上面设计感 有差别 你看Audis是15公分 这个Focus是20公分 然后马三18公分 然后Ellantra 19公分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Focus还蛮大的 那当然 这个单位是公分 公分你会注意到 5公分就差不多三个手指头 那你对于膝盖 膝部空间的话 你就会有 就会差蛮多的 视觉上直接的影响 但是这个又跟你实际坐上去的 实际感觉又不一致 又不一定一样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的车子 它的那个后门的车尾斜下来 所以你如果进出车内 你没有注意的话 你头可能会碰到 对 稍微撞到 因为我们最近试SUV式的胸 所以那个都习惯直挺挺的 这样进行车子 已经不习惯防车了吗 所以这四台呢 其中有两台 我就会撞到头 哪两台 七台是Audis 六台是马三 因为他们坐得比较斜肥 对 所以这个也是稍微要小注意的地方 那还有马上后面的膝部空间 看起来是18公里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因为座椅的设计的关系 我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的 因为它座椅也比较厚一点 对 所以这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影响 那还是看这位 各位评审大家自己的 看完了实际的数据 对 等一下还有行李箱 行李箱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分数就比较突然 Focus超大的行李箱 Focus相当不错 而且要注意 这个跟它后悬吊 是不是变成扭力量无关 有对 因为它也有多连感的版本 它的行李箱空间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C2底盘 它在空间上是特别有做设计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就看到 马三的行李箱空间是稍小的 444公升 那Audis中规中矩 那Focus是511公升 这是非常夸张 已经是中型的休旅车 对 已经几乎是中型休旅车的这个尺码 对 所以在实用性上 新的Focus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 看完了 罗哥帮大家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 实际专家们 他们其实也实际做过这四款车了 那对于车内的空间表现 以及行李箱 他们是否满意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专家到底给几分 每一个人 罗哥其实是给的最高的 但我要问一下乃哥 你那个Mazda 3给两分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因为就是跟罗哥说的一样 它如果是单一台车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两个人或是小家庭 它绝对是足够的 但是既然要比较 这四台车的话 它一定是比较吃亏的 Focus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印象 那个行李箱大 大到是娃娃车可以直的放进去 对 这对很多走在黑暗道路上的朋友 很有用 所以一定要把它focus 对 塞一个人进去 脚不会从行李箱跑出来 但是所以我说 Mazda 3就是比较可惜 但是其他比如说像Artist 我觉得它是座椅其实还挺舒服 这几台来说 但是它能不能久坐 但是就会有一点 要考虑一下了 那Elantra其实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最中庸的一个表现 在空间跟乘坐上 五欲均衡的自由身就对 所以看似这四位专家来说 对于Focus在空间上面的表现 他们是非常满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评比的部分 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 这个所谓的AIDA 如果说主动安全配备上面 如果在中型房车上面 你没有配好配满的话 可能真的在销售量 就会大大的减分了 那我们请爱大帮大家分析一下 以目前这四款最受欢迎的房车来说 它们的安全配备上面 是怎么样的表现呢 其实我刚刚也讲 Focus是唯一可以算是 最完整的Level 2的一个等级 你可以看到 它的ACC作动的范围 是从0到200的一个全速域 那车道的偏移的包含的警示 以及辅助跟维持 都是全部是标准配备 那当然盲点侦测 在四台车上面也是都有的 那RCTA的所谓的这个 后方的这个警示 跟这个AEB主动刹车 这是在四台车上面都有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待 这四台车在这些项目上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例如说兄弟的Elantra 叫做Smart Sense 它的ACC作动范围 就是从时速10到180公里 所以它称不上是全速域 然而它又缺少了一个 车道偏移的维持系统 就是居中的那种 对 让你能够维持在置中的 它只有车道偏移辅助 那Mazda 3的这个I Active Sense 这个是0到145的这个速度 那它其实算是全速域了 因为它是只能限制你 到145 你就说那人家Focus到200 其实说实在 145也够用了 如果超过120公里 你上个时速 你还敢用ACC 我也佩服你 胆子真的是很大 而且发展应该马上就来了 对 所以你看 它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0到145的时速 是够用的 加上它的这个车道偏移维持 也在55公里以下 这个地方稍稍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车道偏移维持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会最常使用 这个系统的时候 就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 那个时速动辄70公里 80公里 甚至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 是100到110公里的速度 如果可以让你是使用车道偏移 维持这个事情上来讲 当然就会好的非常多 那Artist是里面最弱的 它的这个ACC只有30到180 那基本上100到180以后 基本上你也不会去用它嘛 那再来它也没有所谓的车道偏移 维持这一套系统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规格配备 一列出来之后 大家给分我想应该相当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